欢迎各位训练回到我们的课堂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建议副职成立的三个设定 六个超级 当然前面还讲了公共意义和经济议 下面呢 你们讲建议副职的一个重要推论 这推论里面 其实用一级指纹的形态去建议的设备 零级指纹的指 用二级指纹的形态去建议的设备 一级指纹的指 那三级指纹同样道理 对吧 因为三级指纹的形态建议的设备 二级指纹的指 那用N一指纹的形态 建议的设备在N-1级指纹的指 我们准备是在 这个推论 这个推论我准备是在那个 二级指纹讲完以后呢 大家推一下就可以了 就比较简单了 现在大家先把二级指纹这个地方 他掌握就可以了 另外呢 大家也不能太要钓鱼线听 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了 指纹做好人探柱 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我们已经往这个中央的领域 开始跨过了 如果你非得让我说 指纹做好人探柱 那么它的 中央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啊 就是以前我也经常讲这个比喻 指纹 你可以把 指纹理解成子弹 子弹 然后把函数理解成枪管 子弹只有沿着枪管发射 才能显示出它的威力 同样 指纹只有做好人探柱 才能显示出它的威力 是这样的啊 这个形象是比较 比较 这个比较是比较形象的啊 那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呃 在这里吧 即使你把这几个铁力 都掌握了 一几个铁力 二几个铁力 减一几个铁力 三几个铁力 减一几个铁力 掌握完以后呢 才算是把指纹的半壁江山给掌握了 就是把这一点都掌握了 才算是把指纹的半壁江山给掌握了 那你可能会问 指纹的另外半壁江山在哪里 在哪 在回调函数 还有 在回调函数哪里 还有就是函数参数 函数参数 指纹 函数参数做 指纹做函数参数 那个地方 不过呢 我们先把我们该学的这个技术 给大家讲清楚 提高 提高了一顿程度一红的 我们后面课程会给大家讲 讲指纹做函数参数 课程是脉络 估计大家都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昨天我们敲那一套一遍函数 是 炮砖 今天呢 我们就寻路了 今天我们寻路 我们发现 路就在这个地方 路就在脚下 是吧 我们的思路也越来越明显了 是吧 我们的思路也越来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思路也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